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成都餐饮店铺 我们这一排全部都关门了 朋友们好,我是小川 我们店铺本来说初期的时候开业 因为现在这个群国疫情比较严重 现在接到通知只能推迟开业 为了防范这个疫情 现在社区保安这一块 给我们贴了一个这种通知单 就是说我们餐饮店铺现在都不能开门 因为确实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 虽然不能开业 但是我们一定要到店铺来看一下 虽然现在不能开业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店铺的水定器 这块一定要把它落实好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店 因为我们做卤菜有很多冰柜 还有冰箱 因为冰箱里面不仅冻的卤水 还有肉这些 所以说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定量是充足的 因为这里面冻的都很多食材 这些肉如果没定的话 你肯定是不会经常过来 如果没定的话肉很容易坏 这样损失更大 看一下这边这些配料 这是油树花生米 准备做粘拌菜的 先看一下 如果不能用的话 以后就直接把它倒掉了 估计不能用了现在 这边还有一点芝麻这些 这边是糖色 这糖色应该是可以用的 把它密封好了 我们炉桶里面的卤水 全部打出来冷冻起来了 这个冷冻起来之后 可以保存时间很长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甚至半年都可以的 今年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 是全国性的 对我们餐饮行业 还有各种服务行业打击是最大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能和国家 一起同心协力 战胜这个疫情 这才是我们中国人 目前所要做的 尽量大家少出门 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 然后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我们卤菜行业 过完年之后是一个淡季 等到三月份四月份 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 生意就会慢慢的好转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 所有餐饮行业 只有等到这个疫情过去之后 才能正常延夜 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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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